沙拉三部曲第一部 沙拉 所罗门指导她飞翔 朋友们好 今天的这一集呢是给我们大朋友们的 这集是来自于作者Jerry和Esther Hicks 杰里和Esther的问候 是本书的附录部分 嗨 我们成功了 8月31日我们买了一辆新的美洲英牌家居汽车 杰里打算与全美国每200英里以内 95%的人都见见面 这样2000年我们就可以顺利的 在57座城市举办研讨会了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乐趣 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听见 亚伯拉罕谈论我们新的家居汽车 以及我们在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过程中 所得到的一些乐趣 这时候那些读过Phenomen News杂志的朋友们 就相互低声说 他们是在搬迁房子 这是我们有这么多乐趣的原因吗 我们一直想尽力弄个明白 到底是什么成就了 我们那种不同寻常的欢乐 我们接连碰见一个又一个快乐的人 他们在那一天出来寻找冒险的事情 是不是由此而产生了乐趣呢 可能是吧 别的家居汽车主人十分友好 他们非常渴望与我们分享熟练操纵新车的心得 是当时我们心存的感激之情成就了那种欢乐吗 可能是吧 在一个处处让人感到惊奇和愉快的美丽地方 我们穿过枝繁叶帽的公园 闻着篝火和饭的味道 听着周围孩子和大人的欢歌笑语 是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天成就了那种欢乐吗 也许是吧 我们离开德克萨斯州的时候 那些麻利能干的工作人员照料着一切 是这种感激和自豪的心情成就了那种欢乐吗 也许是吧 吸收了这么一大堆新技术信息 并且把它们应用到我们的家具汽车上 好让这个汽车大怪物为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 是这种胜利之情成就了那种欢乐吗 可能是吧 这辆汽车的前窗视野开阔 我们坐在车内的充气坐垫上 奔驰在高速公路上 难道是这种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兴奋 成就了那种欢乐吗 也许是吧 是深夜吃的全麦饼干和喝的牛奶吗 也许是吧 杰里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搭个桌子放在汽车后面的床下面 液压升降机把床升起来 适应我的苹果电脑和打印机 是像这样又发现一种做事情的好方式 而让人高兴不已的感觉 成就了那种欢乐吗 这看起来很像蝙蝠侠的汽车 从蝙蝠洞里面开出来 我敢打赌 就是这样 别的汽车司机经过我们的时候 要么微笑着 要么挥挥手 要么就闪烁着车内的礼貌灯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方式了 他们通过这些方式 告诉我们开过来吧 这条小路是畅通的 我也经常闪烁着我们的礼貌灯 回应他们 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这些乐趣 成就了这种欢乐吗 也许是吧 我们经常起人忧天 我们的车身太高 通不过那座桥吧 我们的车身太宽 过不了那个收费站吧 我们的汽车太大 挤不进那片树林吧 是消除担忧后的胜利心情 成就了那种欢乐吗 因为无论如何 消除忧虑 回到我们早就知道的状态 一切真的都很美好 这的确让人感到欣慰 可能就是这样吧 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不同方面 实际上都是一个具体的部分 所以必须用心计划好每一个部分 发动汽车 需要我们集中精神 柴油发动机 比我们驾驶过的 其他交通工具中的发动机 更需要小心谨慎 升降千斤顶 也是一个具体的过程 需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步骤 给家居汽车挂上拖车 拖离汽车的驱动轴 并且确信变速杆 在一个恰当的位置 汽车没有刹车 我们发现这些都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 我们非常乐意这样做 肯定是这些 以及其他许多事情成就了那样的欢乐 可是与别的事情相比 我们越来越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我们已经按照亚伯拉罕教的方式 生活了很多年 每一天我们越是做出更多的决定 越是感觉美好 因为每一个决定都有一个能量的集中点 而这种能量就是生活的力量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像这样集中注意力 这样心情急切 这样生气勃勃 我们一直感激这种美妙的生活 我们喜欢在全国范围内 你们居住的美丽城市里 看到你们每一个人 我们还希望 你们提出的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问题 喜欢你们美丽的面孔 喜欢你们积极的态度 渴望从亚伯拉罕那儿 学到更多更清楚的东西 究竟所有这一切 是如何进行下去的 这些我们都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我们愿每一个渴望得到这些乐趣的人 都感到快乐 就像我们发现了乐趣一样 我们非常喜欢你 我们会在沿途碰见你 如果你看见一辆又大又美丽的 美洲鹰牌家具汽车 40英尺的白色车身 点缀着银色的一圈一圈的螺旋 后面拖着一个银色的切尾塔或小车 奔驰在高速公路上 车厢内两个微笑的人 朝你打着礼貌灯 一亮一灭 那就是一直幸福生活着的我们 祝幸福快乐 杰里和埃斯特 Y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